近年来,浙江恒电影视城微电影专注为游客拍摄定制影视作品,为游客深度体验恒电影视旅游提供了无限可能,也为许多有着演员梦的普通人过足了一把戏影。 截至目前,他们已经为近20万游客拍摄了7000多部作品,从几百元的MV到几千元的体验版以及私人定制版等,根据需求不同,价位也不同,最快半小时就能出片。 近日,记者来到恒电影视城,专为普通人拍摄微电影的公司在明清公园景区内,到达时记者看到他们正在拍摄体验版的微电影,据该公司的其中一名微电影导演张金泉介绍,这种剧本都是固定的,一般情况下,导演会按照个人特点给体验者们分配角色,有的团队成员也可自己定,比如演皇帝、妃子、丫鬟等等。 张金泉表示,游客到达现场后,先在休息室听导演讲戏, 与此同时服装化妆组完成准备,开机前有简短的开机仪式,杀青时也会拍照留念。 而在拍摄现场,导演也会拿着剧本一句一句教游客念台词,连语气断句都会为游客演示。 导演会教你找感觉,你的台词,你的语气,语调,应该怎么样去讲,然后这个到现场我们都会在教他们。 很多人在没拍戏之前紧张,然后没拍摄之前,他们相对来说会比较紧张一点,然后不知道怎么演,其实我觉得,我每次见他们之前我都会说, 我说其实你们完全可以放心,为什么呢,因为你们每说一台词,导演都会在现场做示范,然后我怎么说,你跟着我学就可以了, 其实非常简单,只要你不紧张,就完全没问题了,其实没必要紧张,为什么,我说一句,你跟着我学,三二一开始,你再学一遍,就过掉了。 视频比较有意义吗,拍电影,毕竟是第一次自己的,有意义,而且我觉得挺好玩。 就是也想就当一回演员,就是表演,就自己希望,表演自己喜欢的东西,就是让我们就多方面去感受各个职业, 这为我们以后就是选择这种,可以选择这演员这种职业,我觉得也是一个铺垫,可以根据自己的意义去选择, 所以这样今天就非常的好,就也算圆了一个演员们。 据该公司总经理吴肖介绍,为游客拍电影是横电影视城产业转型升级的一个新落点, 影视制作对其团队而言是一个可拆分的产品, 成片不仅仅是为游客保存的一份珍贵记忆, 更重要的是让游客拥有影视深度体验。